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台灣星光大到 我們來見三公敬敵 先介紹今天來賓 第一位是陳輝文 輝文你好 大家好 黃光琴 光琴你好 大午安 換季樓 換季樓 陳武雄 陳大老 你好 無量無價 逢喜不爽 不爽 不爽 就看明天啦 明天有三 明天會沖喜嗎 明天三喜臨門 三喜臨門 哪三喜 不能講 不能講 保密 陳東豪 東豪你好 各位好 曾思成 思成你好 大家好 不過對於行政院的院長吳敦毅來講 這個不知道是喜還是什麼 他的這個內閣裡頭的雙書怎麼擺 終於是搞定了 劉毅如揭 金建惠 那李繼珠 劉任 金管會副主委 金建惠是內定 但是我們因為還考慮到要 有些連動的 所以時間上不會那麼快 我也不能救他 很長期的 這些都有很好的工作表現的 那偶爾有一句話 講的不是那麼得體 那我就以言廢人 這個也不應該 我不以言舉人 但是也不以言廢人 不以言舉人 也不以言廢人 所以吳敦毅證實的部分呢 是李繼珠繼續留任金管會的副主委 到底李繼珠跟劉毅如 兩個人未來同在內閣內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聽一下曾經跟這兩位同事過的立委們怎麼說 李繼珠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專業人選 最起碼我認為他比劉毅如好 劉毅如在立法院沒有朋友 人員很差 我覺得好朋友 立法院還沒有宣布 那麼就自己先告訴人家說 我是這個位置 那結果呢 準備要離開的 那位老的 進監會的主委 還沒有被告知 根本不知道自己要離開 老闆都還沒宣布 那個要僱傭哪一個人 那自己就這樣宣布 其實是有違倫理 那那個其實李繼珠話太多也不好 這個年時越高 那他跟他們的見識越多 也不是說為所欲為 講所欲講 不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大佬你的顧慮 總是比我們多一點 昨天我就講過了嘛 兩個加起來105歲 但是表現不到15歲 那今天他講年事越高 這更難聽 這真的是更難聽 不 我覺得 其實院長是有滿肚子委屈 你看今天 你說哪個院長有委屈 對 我覺得吳院長 因為他把那個改組的焦點 都被模糊掉了 那這一番其實 到了最後人事底定 塵埃底定 也不過是副院長 陳聰來取代 這個離開的朱立倫 那最後這個 換了一個監管會主委 那我覺得問題是在 是在那個李繼竹 本來李繼竹跟他無關 這些動來動去 你副主管 副主委也可以不動的 誰說你要動 對不對 誰說你要動 他可以完全不動了 如果從來沒有這些話 沒有這些閒言閒語 誰說你要動 是你自己說要動的 那如果你在循著你的那個 這個思維邏輯 好 那你的老闆動了 應該有一個道理就是說 你應該要升上來吧 為什麼你不能升上來 為什麼你非離開不可 為什麼換了一個新老闆 你就得要到別的地方去 這些在在都是問題 所以我要是他 我一句話都不敢講 盡待其變 盡量減少傷害 你看他今天他說 吳院長說不以言廢人 吳院長是很會講話的 這個言在吳院長的心目中 他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吳院長說得不好 可說得吃飯的 可說得拼起來 但今天不言 這句話就沒人了 不言 那個他說不以言廢人 到底是飽還是扁 我覺得非常的扁 不以言廢人就是說你這句話說不對 對不對 就是一些定義說 這句話錯得很嚴重了 對 你這個話是錯的 但是我不因為你這個錯話 不然你這個人廢掉 本來要廢也可以廢了 是因為本人寬大 所以我就不廢你 我說這個話說得到 李濟柱他還沒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個還不重要 我覺得他們兩個人都過了50歲 性格都很難改 我在這裡已經講好幾天了 他們兩個人都沒有親身看到 親眼看到我們的節目 但是有人傳話 所以他們兩個對我的評論 大概也相當的不爽 但是我為什麼這樣苦口婆心呢 這個也是屬於我撥亂反正的一部分 因為他們兩個如果沒有即時 不過他們太亂了 兩個人如果不即時醒過來 以後還是這個樣子的話 這是我們多災多難 這個吳東義政府裡面潛在的亂源 50歲以上人要給他改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不惜苦口婆心 甚至講了重話 甚至讓他們其中之一個 恐怕很傷心 但是我跟你講 他們今天所以會這樣 你好像站在某一邊 我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 因為你一直都在講同一邊 不不不 我也講 我昨天有講劉毅如說 這不是一時爆發的 我這個位置已經談很久了 我昨天有講這是不對的 為什麼談很久也要講 是誰跟你講馬英雄嗎 那馬英雄太對不起蔡勳雄了 蔡勳雄人家做得好好的 你怎麼背著蔡勳雄 跟劉毅如談很久 這也不能講 反正老闆還沒有開口 這個牽涉到這個位置的人 不管去還是留還是進來 出閣還是入閣 都不能講 都不能講 但是我的目的 甚至不惜讓他們傷心的原因 我講白了 就是今天他們兩個都太得寵了 全台灣沒有一個人敢讓他們傷心 你知道嗎 如果沒有一個人敢讓他們傷心的話 這個不容易改 那我不 所以你就一定要讓他們兩個傷心 我這個我也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我盡力你知道嗎 我盡力 因為這個撥亂反正 掃除潛在的亂源 是我一向上節目的責任 我自許的責任 也許人家會嚇我雞婆啦 但是總要盡一份國民應進的責任 不過就在你讓他們傷心之後 你覺得他們的性格會改嗎 我認為還是很難 但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嘛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那沒有那麼嚴重 這幾天 媒體是用這兩個字來形容 奔走 李繼珠 這兩個字用在一個 學者身上 因為他學者從政 我就覺得 蠻奇怪的 李繼珠要想說 為什麼 為什麼媒體寫奔走 為什麼一天到晚打電話 到底為什麼 當然 但我要先提醒大家 因為有學測跟基測的同學 千萬不要學吳敦義院長 我們講以人肺炎 不是以言肺炎 不是以言肺炎 千萬不要搞錯 對因為 慕用成語 身為人講的 我是對吳敦義比較刻薄啦 他會的就這些 這幾天啊 你觀察李繼珠跟劉毅如是一個面向 你可以觀察吳敦義院長 他在幹什麼 滅火 不是滅火 因為他也不知道幹什麼 因為他基本上這個沒有威望 沒有辦法領導統一的人 所以他一被賭麥 只好講廢話 那把花邊新聞當成 內閣人士的這個主角是誰 就是吳敦義啊 所以吳敦義都可以不用回答的 因為吳敦義的歷練不夠 他只是混到行政院院長的位置 他幹嘛回答 他也算年事已高啦 不見得啦 我也不見得 王院長講到我是不太常說 年事越高就越怎麼樣 那不見得啊 那年事越低又怎麼樣 那也不見得 我聽起來很順耳 沒有沒有 真的是這樣 年紀真的不是重點 年齡不是重點 年齡不是重點 那你常常講的 我先譴責吳敦義的地方 就是說如果今天行政院院長是劉兆璇 或是之前的什麼游錫坤啊 蘇貞昌什麼的 他們會這樣處理嗎 會這樣處理嗎 你說他們會以言廢人 不是 我說他們會這幾天接連的這樣發言嗎 會這樣是什麼內定不內定啊 什麼的什麼 劉毅如自己講的 他就說我沒有 我沒有否認這項川文什麼的 所以吳敦義的處理是 一連串的不好 一連串的不好 那馬總統在後天就就任兩年 用這個東西來做一個註角 就是說 馬英九為什麼做的這麼差 用這次內閣人士來做一個註角 我個人我是覺得是蠻符合的 最後我提一下這個兩邊 第一邊我是提到李基柱跟劉毅如 我認為他們應該自己走 現在就走 自己想一想 那有很多兄長 像李基柱我了解 他就要哥哥啊什麼的 然後劉毅如的這個家人什麼的 問一下我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自己走 這個走 對馬總統好 對吳院長也好 那以他們兩個的這個 各樣的背景 不會餓死的 大家放心 一定大家爭相聘用 絕對沒問題 你自己走 因為兩個都很難看 那第二種就是馬總統跟吳院長 下霹靂手段 因為現在還沒有正式的發佈 如果正式發佈說 這個金監會主委劉毅如 然後李基柱留任進外復書的的話 那對馬跟吳啊 在中華民國台灣的這個整個 整個內閣人士的歷史上面 是留下一個很差很差的註解 這個註解將來可能大家也覺得 噢這兩個女人如何如何 那個是比較 以後史嘉會去質疑的是說 總統跟行政院長在幹什麼 總統跟行政院長在幹什麼 所以他們都會在歷史流敏 都一定流敏 都留下一筆了 如果如果最後的結果是 就是目前這樣的人士這樣敵定的話 會留名說這個怎麼 怎麼會呢 我提醒馬總統這個跟中國無關 跟民進黨也無關 跟國際金融海嘯也無關 是你無能的展現說 我就無關這件啊 那馬總統還有機會 就把這兩個請他們走路 或是直接把它換掉 不然的話非常非常的難看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能又會再談三天了 鳳琴 對我也認為吳敦義吳院長 他的責任比較大 因為他跳出來一直講說 我們這次內閣改組 是無縫截軌 結果最後搞得有縫還裂縫 而且還野火燎原 你說今天不高興的 只有李濟豬嗎 今天如果蔡新雄看到 這個李濟豬跟這個劉宜吳在吵 那他會想說那你們吵什麼 我咧對不對 他被換掉 然後說國營事業他現在是拒接的 那一個經紀委會主委 這樣一個人士沒有很 無縫的把人家安撫好 那你看這個本來是因為一個 副院長他要參選 然後要調動 那你陳聰這個人士已經出來了 你接下來你要換財經內閣的話 財經這些首長的話 你應該一次提出來 我們見報就為止了 然後就算是這個李濟豬 打開報紙看到劉宜如在這個榜上 接這個經紀委主委看到很震撼 那他跳腳也來不及了 如果他再去吵 你要會說你真的是不是大體 那現在搞到說 金管會副主委也在前面這樣子 也說要換 主委也換了 然後副主委要不要換 好像似乎也要換 後來又把他留任 那你說財政部長 李肅德好像也是這樣 好像 吳敦應要想換他 後來沒換 然後有一個留任大戲 金經委主委 蔡君雄現在不知趨向 好 你說這樣的一個那個人士 怎麼會是無縫接軌呢 那這幾天那個 吳敦應顯然是被大家糾纏 尤其被媒體糾纏 他自己也有氣 可是現在你看 這樣的一個小幅的改組 會鬧到這麼大 我覺得這個吳敦應出手不夠快 你要說往往人士新聞是見光死 現在不是現在見光吵了 大家吵成一團 或是說大家看到那個報紙上 媒體都很有文章做 我想他們最意外的 可能就是這種雙書院 沒料到說這是那個改組 怎麼會 插出來一個主新聞是 劉毅如跟這個李肌珠的大戰 而且越演越烈 那劉毅如最後也撕出殺手箭了 他乾脆跟媒體證實說 對我就是金經會主委 他為什麼要這樣證實 是因為李肌珠前面喊了 叫了四個位置 包括他金管會副主委 金管會還有金經會主委 都叫出來了 可是那時候報紙上 明明登的就是劉毅如 感覺上叫進的意味很大 那劉毅如後來也丟出來說 那我才是金經會主委 然後那個李肌珠 叫四個位置的當天晚上 你不只是蘇俊斌 覺得很尷尬 吳敦應也覺得非常尷尬 這是我們得知的一個消息 說你怎麼叫四個位置呢 我猜一下 到底誰是行政院院長 誰是總統 那四個裡頭有金經會主委嗎 有 有一個報紙有猜這個 有一個報紙 他只講了兩個確定的 另外兩個沒講 但是有一個報紙 猜了金經會主委 對兩個報紙有一個交集 就是他還去叫那個 台灣金控的董事長 那張秀蓮想說怎麼輪到我了嗎 財經那個改組 怎麼是我要走人啊 那到底有沒有人跟我講 所以我是覺得李肌珠 在這部分真的是處理的不好 那這兩個女人的戰爭 我想這個慢慢加助 羅屬也就變三個女人戰爭 現在又加進來一顆丘益 大家好像都可以各自批讀 三女一男 對 我要講就是 這兩個人未來的相處 儘管這個金管會副主委 我們講金管會是獨立單位 但是某種程度 你們都還是在馬政府下面做事 財經內閣啊 他們過去鬧到什麼地步 鬧到說譬如說有一個 電視台 有一個主節目 他如果今天發了 平秀玲我 洪光琦就會 就會打電話去吵了 他就會這樣 怎麼可以發他 對 你為什麼沒有發我 你為什麼是發他 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我想這幾天應該也是這種局面 那王金平王院長出來 話講的也不是說很柔性 他講的是非常的 我覺得是有點在調侃這兩位 所以你們年紀也不小了 你們鬧成這個樣子 跟105歲跟15歲一樣啊 對 像沈大老講的 這沈大老的專利啊 意思說是不懂事嘛 那過去 大家翻出來說過去兩個人在吵的時候 王金平王院長也去協調過嘛 這可能比那個 哪個法案要在密室協商還要困難啦 所以大家都很有感覺 我提醒主持人一下 到目前為止 講這兩位女士好話的 只有誰你知道嗎 只有劉宜宏 他兩個都好 不是 他就說 這兩個沒什麼啦 有一件當然我可以打電話進來 對 長官決定 長官決定就好啦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劉宏對他們兩個都不熟 搞不好跟兩個人都很熟 不過剛剛王金平有講 這整個事情吳敦義要負責 就是說本來就是 一翻兩瞪牛 我把內閣名單弄出來了 那這結果公布了之後呢 已經放榜了嘛 對 那你要怎麼吵 人家會說你沒封鎖 長官都已經這麼決定了 但顯然 吳敦義是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周全 所以他也知道說 這兩個人可能有心結 所以呢 在事前進行溝通 於是才會搞成這樣子嘛 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說 未來這個雙住院 會不會繼續延伸下去 還要再延伸啊 因為李基柱現在被留任是 金管會的政務副處理 照往例的話 金建會是各部會的 政務副處理去開會的 超級副處理 那如果到時候 這個李基柱坐在 那個委員席 然後劉易如在那當主席 這兩個人 會不會再繼續擦出火花出來 所以這個 那李基柱每次都請假就好了 你如果每次請 那也會出問題 那也太明顯 對